全国冠军南北对抗赛的精彩对局是由红方小司令谢静对阵黑方白面书生汪特 开局选择了飞向对骑马局 双方迅速布阵成了红方单体马对黑方平风马的散手骑 此时黑方横居 红方选择泡泡平骑 黑方自然是外马封居 红方直接选择挺兵 常规的下法 黑方会选择飞向 那么红方吃过去 黑方就飞一个高项消灭 双方基本军事 本局棋汪特大为了破坏谢氏和谱 选择直接吃过来 放弃自己的底下 这样的双方形成激烈的对攻 红方想去龟缩防守已经绝无可能 汪特的战术因人而异 这里选择横居之后 黑方就飞向抓炮 谢静选择平炮打马 黑方回马踩炮 红方再出去捉炮 这里双方走得都非常常规 黑方选择退一步炮 把红方的炮给压死 虽然红方的炮眼看又阵亡了 但是红方多项有一定的攻势 此时谢静选择巡河炮 这步骑是暗成杀机 黑方此时不能简单直接吃 否则红方打足之后 威胁平炮打死局 那黑方只能选择拱一步 红方再选择进炮打马 你一看 我再出去抓 你要是弹子炮 我就去二进棋 显然呢 是左右 红方都形成压制 那红方阵优 因此我们看到 谢静特大 这部巡河炮 是暗长杀机 那汪特大呢 也是明察秋毫 选择先弃足 好骑 把这个足弃掉之后 再选择踩炮 取得多子 这样红方的炮就打不过来了 此时呢 双方形成了黑方多大子 但红方有一定的攻势 黑方此时巨炮被迁 为了摆脱牵制 先选择退炮 把红方的马勾引过来 再选择机炮卡住 红黑双方赶快出狙 红方再马三进四 由于这个棋啊 红方是少一个大子 所以谢静特大呢 他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 只能放手进攻 那汪特大呢 欣然接受 你来攻我 我先死守 这里选择对足 对完之后 现在威胁炮打马 红方先推回来 那黑方再选择平鞠 谢静选择退炮 准备随时打鞠 黑方的鞠没啥好位置 直接选择顶起 你打呢 我就把鞠放在中间 对红方的连环马 形成一定的牵制 红方再出鞠 黑方就躲炮 那么这个局面下呢 红方可以考虑 鞠八平七 可能是更好的进攻方向 插对方的底线 那如果黑方选择落势防守 红方就鞠点下二线牵制 你要是不是 我就平局扣马 那如果这样下呢 还是红方要占优势 黑方多子啊 但是受攻 实战当中 谢他大选择平局去打马 这样的话呀 一平炮 黑方正好可以落下 红方好像没骑 索性呢 进局一桌 那黑方有一部妙手 平局反吃 正好啊 你要吃我的炮 我就吃你的炮 你要是打过来呢 我就正好炮就平起打 怎么换呢 红方都吃亏 那红方少子啊 不能轻易换 选择把炮退回 黑方呢 再选择越马 经过这几步棋的调整 由于红方没有形成实行的攻势 导致黑方现在形成反扑 这样一打局呢 弹子炮已经形成 那黑方多子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此时汪特选择平炮 没办法了 这个棋不对 也得对了 这里先把鞠退掉 红方炮不能再对了 否则剩狙刷马 没有炮 这个棋就没法下了 只能躲开 那汪特呢 先把炮摇过来 咬住这匹马 然后呢 再退炮别住 红方回马踩相 汪特呢 赶快选择抬鞠 你吃我的相 我就泡了平拔 亮出自己的一路鞠 对自己的布置线 形成一个很好的防御 红方此时 选择平局顶马 汪特就浸泡一僵 然后选择把马退回 这个局面下啊 对红方来说 已经非常不利 少了一个大子呢 走了半天 没有走出 实质性的攻势 眼看着黑方 又平局过来捉马了 这个时候走了一个初帅 是导致失败的关键 那么这个棋啊 经过研究 很复杂 红方有一个进马 还是不错的 那如果黑方 还是按计划水鞠 红方就可以浸泡一僵 再选择鞠子平三 那黑方啊 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如果选择禁局顶 哎 这里正好有妙手 红方可以跳马过槽 很显然你是不能吃 你如果吃 我这边的挂脚 一定要出鞠 那你要是顶住 我杀底炮 这个棋呢 黑方就崩盘了 马上呢 叫杀了 又顶不住 所以这里啊 你不能吃马 只能选择出将 红方再回马登鞠 那黑方呢 不能退鞠 否则红方 有一个马三进四 又是一部妙手 你要吃我的鞠呢 我就飞掉你 那你黑方的炮呢 就死在这了 那么一旦把大子得回来 红方就可以占优 你不能吃马 否则我杀掉底炮 这个棋啊 黑方也是不利 红方 鞠马炮攻势 很猛烈 红方占优 但这个变化呀 非常的复杂 我估摸着棋手呢 在实战当中 也很难算得这么仔细 实战当中 谢敬特大呢 选择了初老帅 这种复杂的进攻啊 可能也非 谢敬特大所擅长 谢敬特大呢 擅长那种非常坚固 固若金汤的防守 那么初老帅之后 汪特呢 就抓住机会 甩鞠 发动了反击 下到这儿 红方就很难去抗衡了 实战 选择浸泡江 黑方就浸泡田柱 你这里选择进鞠一手 那黑方呢 就选择进鞠一顶 如果顽强一点呢 红方可以回马 实战当中选择兵武进一 这是雪上加霜的一步棋 黑方简单足武进一 就取得了胜利 那这个鞠呢 没有空间 你前后走呢 马就丢了 只能吃 吃了你黑方回马一踢 这个棋呢 也就没有悬念了 必败无疑 如果选择把鞠再平回来 他这个马呢 也会被白白吃掉 少两个大字也不行了 实战当中 谢敬特大呢 选择的是鞠五进二 这步棋呢 什么意思呢 我猜可能是希望黑方吃马 这样呢 有一个进马抓中式的气 但是啊 黑方有一个退炮 直接就把红方的鞠 给活活打死了 一看这个鞠被打死了 也就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谢敬特大啊 就投资人赋了 汪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